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那种敲击的感觉 虽然心肌可能是令人担忧的一个症状 可是本身通常都是无害的 在击少这个病例当中 它也有可能是严重心脏疾病的症状 或者是一些甲状腺出现问题的症状 心肌本身虽然它有无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原因 会导致心肌的发生 当然第一个就是它有强烈的情绪反应 或者它本身是有焦虑的问题 或者是它自己本身有一些惊恐 就叫我们panic 可能它遇到一些问题它无法复合的情况下 它就会有这种心肌的问题 它就有public tension 心跳跳很快 就是感觉到那种 除了这个东西以外 月经 或者是你有停经 或者是怀孕 有关你这个激素的变化 也是会导致这个心肌的产生 如果你今天本身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 或者是过少的情况下 它也是会导致你心肌的发生 当然 另外一个应该我特别提到的就是 如果这个人本身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这个也是请有一个征兆 不过这个症状本身 它如果有加上一些特别的附加症状 这个才算是一个问题 比如它有晕血啦 它的这个气非常的短啦 然后或者是还有胸痛的问题 这样子的心肌本身才会跟这个心血管疾病 才会连在一起啦 不然这些大部分都是正常的一个情绪反应 这个心肌本身是跟身体状况是无关紧要的 它就是跟我们的情绪有比较大的关系的情况下 这个我们要专注的本身就是在一些可以控制呼吸 跟心跳的运动 这样子可能会帮到大家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yoga 就是我们的瑜伽 瑜伽可以控制我们的心跳 我们的呼吸 来让我们可以冷静下来 这是跟情绪上有所调整的 这样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meditate 就是冥想 这样冥想的情况下 对于呼吸跟你的心跳的掌控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 这样如果你本身这个心肌跟甲状腺分泌 这个基数有所关联的情况下 我会帮人建议你寻求医疗帮助 因为甲状腺这个问题 用自身的控制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效果 这样子的话 另外一个也是当然关系到这个心血管疾病 这样如果你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你在这一块除了要寻求医疗帮助以外 对于你控制整个生活的一些可改变的风险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当然我提到的就是控制你的这个饮食习惯 少盐 少油 少糖 这一块当然是第一个首要条件 加第二个 摄取足够的水果跟蔬菜 提高你身体的这个抗氧化剂 来去综合 来去balance up 你的这个free radical 就是所谓的自由肌 让你的身体不要处于在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除了饮食以外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是在锻炼这一块 为什么 因为锻炼能够使我们这个心血管能够承受更大的一个压力 让我们的血管保持弹性 也让我们的心脏可以越来越健壮 知道什么时候要放松 什么时候要收缩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这个东西以外 对于这个摄入高脂肪的食物 或者是反式脂肪的食物 这个东西也是要非常的留意 这一块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是有非常大的辅助性的 这是我的建议 对于个人的心血管 好 咱们 好 这在这一块 我们有几桂肪 不咱 咱虞 你 咱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